别看这一天 为什么不让我看啊 内衣得买高级的 学什么 你得这么想呀 万一咱们哪天在大街上 突然就上个车祸五六的 人不省人事了 然后衣服也散了 内衣漏出来了 要不然就是人家这样 给咱们做手术 把衣服一剪开 看你这内衣这么刺 多丢人啊 你想的倒挺全面的 可不是吗 所以什么都能买便宜的 多丢人类衣服 琪玛 玛米儿 我就知道在这儿能换一熟人 就是我兼我的同事 程鑫 你好 你好 叫我玛米儿就行 嗯 你怎么还在那儿干呢 我劝你啊 心眼活粉点 没必要被这杂质大地的身份呀 得了吧 你们身份高 别当我不知道 你们也是一身假名牌 你敢说你这鞋不是秋姐 在网上订的A货 比你名手一双 消息还挺灵的嘛 这跟真的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我们主编人好 不逼我们干这种事 我们虽然山寨 但我们不说瞎话呀 我对伊娜这种话 悲痛为工作热情的精神呀 真是甘半下风 那我们现在走了啊 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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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们说秋姐秋姐的 是谁呀 就是他们头儿 一个超自恋假装上流声婚姻 姓邱 姓邱 姓梁 叫邱 邱护的邱 我一直想跟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去更大的时尚杂志啊 就是为了跟他讲一切 你想读真话 当然呀 因为他们都爱要汇捧英文单词的 可是我对英文又窍不通话 行啊 刚进公司就买新缺了 朋友给的 不要钱 什 什么朋友啊 这么大方 我怎么没这样的朋友 出门靠朋友 必须的必 你认道吗 还可以 北京方方正正的 好认 你有什么事求我呀 哪能老有事呀 我就不能没事 请你吃个饭什么的 我这个人吧 不随便跟人吃饭 那是那是 我知道 别人送了 我没花钱 你千万得收下 这太贵了我不能要 拿着 真不能要 拿着 这算什么呀 就你杯合适 别人都不配 打开看看 喜欢吗 谢谢啊 小意思 你要不背这包 他自己都得哭 说吧 什么事 真没事 真的 以后有没有不知道 现在是真没用 非常单纯地送你礼物 我喜欢看你高兴啊 我喜欢看你高兴啊 外出闻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我真想趁雨拍点片子 看看效果嘛 这不来找葛依青的吗 他好像没在屋里 你该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 打不通 可能又玩牌去了 你俩和好了 一把二三回分手结束了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啊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啊 就算是朋友也可以帮个忙吧 要帮忙吗 帮个忙呗 我看 站着 我站着 跑人爬 站着 别跑 今天幸亏遇到你了 要不然这片子还拍不成了呢 谢谢啊 没事 你觉得这首片子出来效果好吧 好 我得先放到电脑里看看 你说你也喜欢拍片子 我都是瞎拍的 每天让我看看 那你都用什么机器拍啊 很便宜的 其实 其实不在乎用什么机器 感觉好就行 是吧 好吧 就到这儿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老爱一直找你 带你电话你也不接 他刚走 我出去玩去了 手机进行没听见 找我干嘛呀 他会想趁着下雨 让你帮他拍组实验的片子 呸 亏了没听见又玩给他 那后来怎么着了呀 后来我帮他拍的 谢谢啊 再受时间就好了啊 你找我啊 早上找你现在没事了 嗯 那挂了吧 来来来来 说 你就不问问我找你干嘛呀 干嘛呀 找你拍片啊 我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的 立志也和我说了 不过你不是已经拍他了吗 啊 对 是 没事了吧 那 怎么着吧 天哪 这是谁啊 你 是啊 走着找不着人 就让诚心帮忙了 怎么样 这是我吗 挺漂亮的 漂亮吗 我怎么觉得那么诡异啊 老爱又不是走审美路线的 走神丑吧 去去去 我觉得你这片子拍得太实验了吧 发一份给我 我再看看 喂 这是诚心啊 你看 老爱 我走上care 穿了 走走走 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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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says 请看一ож 看这我在北京天气晴了 明显就是显摆包呢 这人怎么那么有钱呀 什么包红就有什么包 这个包多少钱呢 这得七八万吧 而且还不能在店里直接买 得排队 预约 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你知道吗 他就有好几百个这包吗 有这包就是时尚偶像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不就是一股求扫范吗 你也太损了吧 我是忌妒 真的 别吃不着福导说福导说的 别吃着 好 大爷 您这怎么没有坚果呀 什么坚果啊 没听说过 听出一杂志啊 特好看 是吗 得了 向回回进几本 好嘞 谢谢大爷 别客气了 姑娘 姑娘 有坚果吗 坚果 超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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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完了 是啊 卖那么好呢 我就进了凉本 小街的情况怎么样啊 直言不讳地说令人沮丧 我也是 小一 从明天开始 我们直接去送 怎么送啊 每人十家吧宽婷 每家送五本 我没问题 好 我也可以 行 怎么了 安安说 昨天那组片子 他想用 好 谢谢你 干嘛要谢谢我呀 谢谢你才对 把我拍得那么美 可能有人不觉得那是美 连窗都没画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拍出了我的灵魂 我说错什么了吧 我说错什么了吧 没 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可能我昨天状态比较好吧 是吧 那个葛一青不会生气吧 他凭什么生气啊 是他自己没接电话 我主要是怕 捲到你们那些是非里边去 他在恨上你们 我归下医院的房子 傻瓜 好好干 哎呀 哎呀 其实啊 那个崇文 跟那个小葛 他们两个人都不坏 就是放在一起啊 就错了 就跟我和你爸爸一样 行了 快睡觉吧 哎 我怎么一说起 他们两个你就烦 你是有什么问题吧 我有什么问题啊 哎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我禁止你再说话 快睡觉 爸 晚安 完了 这让我猜中了 我严肃地告诉你啊 那个崇文他是个好人 但是 你不准胡思乱想的啊 胡思乱想什么了呀我 你是个外地人 你还是要找一个外地人 才门当副队 让他们北京人 自己去找他们北京人去 你要是真喜欢他啊 你就让他当你的哥哥 又奇怪了 前段时间 你不还老撮合我跟人家好吗 前段时间是前段时间 现在是现在 反正我想去想来 你们俩就是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啊 北京人高贵啊 哎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看我就是找了个北京人 现在是什么下场啊 哎呀 睡觉了 反正啊 我把什么道理都跟你说了 你要听就听 不听就算了 你认为一位 我不会认为一位 我认为二位 往下成就还在做 我认为二位 大家好 阿姨好 大家辛苦了 阿姨 您喝点什么 谢谢你 容线 我什么都不喝 你去忙你的 我呀 是去面试从这儿过 顺便看看我们家陈欣 您要找工作呀 是啊 阿姨 我倒是有个建议 不知道合不合适说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说给我听一听 您不如来我们这儿干吧 我 我来你们这儿啊 我会干什么呀 您可以来我们这儿 干保洁的工作 我们这儿就这俩人 反正也不累 活儿也不多 这样您每天可以 陪诚欣上下班多好啊 你什么意思 好意呀 你们这儿 钻地需要在那儿 太需要了 阿姨 就我们那阿姨她干的不行 正好您问问我们主编 那你们主编 她在哪个屋 你别糟蹋人行吗 你说什么 我没听懂 你怎么不让你妈到这儿 来当保洁呢 当保洁有啥子嘛 他给我劳动真切 多广众的 别跟荣轩是好心 给我出主意那个 妈 她没案子好心呀 正希 别耍了 你没事吧 瞎忘了什么呀 少说一点 都 都少说一点啊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啊你 管我李东斌就是这意思吧 容轩 都该干吗 干吗去 我早听说您来了 可是最近我一直不在编辑部 一直没空见您 真不好意思啊 你不用那么客气 怎么样 你看我们这儿 工作环境还行吗 好 挺好的 诚心特别好 别看他以前没工作经验 但是学得很快 他呀 从小就聪明 他还跳过极呢 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这点您放心好了 我放心 放心 您想在我们这儿工作 我 我 从我内心来说 我是欢迎您的 不过呢 我也是为人儿女 我也能理解 诚心的心思 不管怎么说吧 这女儿跟妈在一块儿工作 怎么说呢 多多少少总有那么点不自在 放不开手脚干 一来 她工作很辛苦 怕您看着心疼 二来呢 我们这儿一忙活起来 没时没点儿 她肯定怕您累着 也心疼您 再有啊 万一在工作上 出现什么闪失 那您肯定得操心啊 要是她一个人去面对的话 那肯定自信多了 从容多了 是不是 所以 从诚心的角度看 您要是真在这儿工作 肯定是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方便 是吧 我尊重您的意见啊 当然我也尊重她的意见 我希望呢 您也考虑考虑她的意见 如果您俩意见能达成遗址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那呀 咱也不用听别人的 不 我不来 我就是说说而已 别人家容轩是好心 人家容轩是好心 我也就顺着她说一说 要是我不给人家面子 一来就拒绝人家 那多没礼貌啊 是 是不太方便 她的事儿大 我的事儿小 我怎么能够让她不自在呢 我懂 我心里明白 陈欣 我说什么赖着 这世界上最疼女儿的就是妈 你真幸运 谢谢 啊 那你怎么说 没怎么说 就问我妈 在北京适应不适应 客气话 周杰 我觉得你有点变态 你自己觉得吗 你是希望我回答 我也觉得我变态吗 没人不尊重你妈 最不尊重你妈的是你自己 你什么都懂 一副以你妈为耻的样子 还怎么说怎么说了 那种情况下 你妈没急你急了说明什么呀 自食其力有什么丢人的 是你觉得你妈给你丢人了 你看每次你妈来杂志社 你那脸搭了的 她生你养你 可不是为了看你脸色的 关你什么事啊 算了 算了 我妈要是这样 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 她乐意干什么我都支持 谢谢你 艾成文 你看你那样 真讨厌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进去吧 冲文 重文 你错怪陈欣啊 不好意思 阿姨 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陈欣他不是那个意思 我懂 他呀 是个好孩子 就是有点要强 也不容易 可是 没什么苦势 这个孩子大了 都不愿意父母跟着 他不当父母 就永远都不会知道 以为代沟那边的人 都不能要了呢 阿姨 您心还真宽 我当姑娘的时候啊 也是嫌我妈 总是跟她对着干 出去走一走啊 我离我妈远远的 她呢 总想拉着我的手 我呀 还总是给她甩开 这个孩子呀 他就是把父母的路 踏踏实实地再走一遍 没关系 我呀 就是希望你 你希望什么 不 没什么 我就希望你呀 多帮助帮助他 他呀 就没什么朋友 他也不爱 处朋友 我又看出来了 我来北京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我看出来了 他呀 就听你的 他嘴上不说 不 这心里就这个意思 所以呀 我还是希望你 你希望是吗 不 没什么 就是希望你呀 多帮助帮助他 谢谢你 我会的 那 那我回去了 好嘛 好了 再见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Zither Harp 都八点了 还不走啊 我正准备走了 吃了吗 回去还有的吃吗 那你等会儿我 咱俩一块儿吃 顺便想到 您办公室还有方便面呢 我看你那栏目推荐的 我就囤了几盒 您看我写的栏目了 我为什么不看啊 你那写得挺好的 一看就有经验之谈 不是编的 果然好吃 很多杂志 并不给人真正的东西 只给那些谁都给 不给就显得自己 不识毛的东西 那您不怕人家认为 我们不是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我怕什么呀 再说了 什么叫真正的时尚杂志 谁说了算 那按照约定俗称 真正的时尚杂志 就是绝对不能 展示普通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东西啊 那叫土编版杂志 人家可能觉得我们是土编呢 可惜啊 我们没有一颗土编的心 你以为他们就不山寨了 他们只不过山寨的是 国外的时尚杂志 咱能让一堆软广告什么的 就当自个儿时尚了 像这种对假装权威 屁都不敢放一声的态度 那才叫土编的心 我听说有些杂志 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儿 抵制不良艺人是吗 嗯 你不高兴吧 没有啊 我不勉强别人 就像别人也别想勉强我 这个世界啊 就是得求同存异 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以道歉 这样生活才有意思 内心的强大 比什么都重要 喝酒吗 我知道老爱把酒藏哪儿了 嗯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是一个秘书 但我不是小秘书 我这个人从来不妄自菲薄 在自己前面加一小子 我特别瞧得起我自己 必须的 那时候啊 我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 我有 是啊 你多幸福啊 我那会儿 一张小小的电脑桌 就当办公桌用了 每天人们来来回回 在我眼前走过 从来不会多看一眼 没有人注意我 他们懒得注意我 甚至发工资的时候 都能把我那份给忘了 工资怎么给你发 压根就忘了有我这么一人 太过分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人 他发现了我 他开始关心我这个 办公室里没有人 会注意的家伙 他教我 提拔我 爱护我 他看上你了吧 他看上你了吧 诚心 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需要的只是一块砖头 一块扔向社会的敲门砖 钱有个屁用 钱能让我学会什么 我要的是 让我可以无法被其他人 代替的本领 到那个时候 钱自然就有了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我坚决同意 所以 诚心 努力吧 不要斤斤计较 你这个年纪 还不是计较的年龄 知道吗 你现在 就应该张开怀抱 像一块海绵一样去汲取 努力 不腿 靠谱 够 欧拉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是有 好 我以我的心得告诉你啊 甭管你喜欢上的是什么人 一定给我记住 你要自食其力 否则 你永远不可能在爱情当中 掌握主动权 拜拜 拜拜 好 诚心 我突然想起一事了 你妈不是想找工作吗 对啊 这样啊 我妈现在帮我那儿住去了 我看她一人平常在家里闷得慌 你要不介意的话 干脆让你妈上我们家来好不好 真的 你没什么活 主要就是陪我妈聊聊天 真的可以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那小区吧 环境虽然好啊 可是老外多 都不太爱出来跟人交往 我怕我妈在那儿闷坏了 可是你妈乐意吗 她乐意着呢 就这么定了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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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回你 你现在的东西 你这 欢迎我在肉 你这 我这 新婚 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 你不说你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呢 那要是坏人呢 你不是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 路过 路过 你坐这儿 我累了 我不能坐会儿 你是来找我的吗 找你干吗 我哪知道你找我干吗 我不是来找你呢 我不是来找你呢 我走了 再见 来来来 这什么呀 那天下雨拍的照片 我先来找你 这是你包的 我 我是不是有点喜欢你啊 你问我 你喝多了 我没喝啊 是有点不太清醒啊 我能喝多了就清醒了 我就是觉得吧 你身上有好多毛病 挺让我烦的 跟你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有点 那咱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有点吧 好像是 我还有女朋友呢 对 那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没听见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不不 那个你女朋友会不高兴的 这个 谢谢你啊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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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还得太晚了 我都忘了跟你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事情对不起啊 还修那个事情啊 没事 那你还不是为我好啊 不过啊 我倒真要说说你 我觉得容轩那个姑娘挺好的 你怎么总是那样跟人家说话呀 每次我去啊 他都特别特别的热情 你总是那么跟人家说话 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啊 我就喜欢不好 喂 您自己不会问他 挺好的 不要钱 要你钱干吗呀 他说什么都不要 您就真的什么都不给啊 我不知道 你自己问他呗 他不爱接你就别打呀 我也不爱接 就怎么着挂了 行 吃早饭了 妈妈给你找了一工作 真的呀 嗯 做啥子 就是到我们主编家去帮忙 行吗 那当然行啊 哎 你 你不是不让我当阿姨的吗 嗯 这不一样 哎 那好久去呢 你要没什么事 明儿就去呗 好好好 也太好了 我就说嘛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人 走到哪里啊 到碰到贵人 谁是我贵人啊 你童玩啊安安啊 怎么都是你的贵人啊 妈 妈 你最近控制点啊 越来越胖了 对身体不好 讨厌 你又嫌你妈了 我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啊 身材好得很 比你还漂亮 你呀 到了我这个年龄 说不定比我还胖呢 不要吧 嗯 她是想给你钱 跟我钱干什么 我自己不知道挣啊 哪有钱 穷光蛋一个 耍嘴呢吧 那个女的有点钱呗 她好意思啊 她呀这是过高兴了 想起我了 她也不把她的良心 刨出来看一看 我是什么品质啊 用她的钱 用她的钱 肯定要给他 有啊 啊 故乡 他乡 哪是故乡 被寄进窗门人肉味的 地铁车巷 所有人集体逃开 刺眼的阳光 我们躲在地下 高速流淌 像这座城市的静脉 会流向心脏 昨夜的酒醉现场 像是个沙场 大家高呼再开一杯 像是积极寻找 就醒了梦为心 头昏脑肠 埋头在人群之中 我身在何处 要去向何方 还能到哪儿去呢 出了上班的地方 这城市是我的吗 而我又是谁的呢 是被自己骗了吗 还是远不了当初说的谎 如果这不是我的城 我的青春它去哪儿啊 没有留不下的城市 没有回不去的故乡 我能去的 和想去的 到底在不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留不下的青春 没有回不去的过往 让我痛苦的 让我思念的